俄罗斯国防部22号称 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 极数弹药发动炮击 造成俄一名记者身亡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那些向乌克兰提供极数弹药的人 将承担全部责任 乌方尚未回应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 22号表示 当时遭袭俄记者 正在就乌方使用美国提供的 极数弹药进行采访 他说事件凶手将受到应有惩罚 提供极数弹药的人 也将承担责任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称 美国应对此事负责 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据俄罗斯媒体23号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 就俄罗斯记者被炸身亡一事 表示哀悼 国际人士指出 美国提供极数弹药 表明其为了私利 无视冲突地区民众的生命 我认为美国提供极数弹药 这样的武器会导致更大伤害 这是错误的 他们提供这种武器 是通过牺牲人们的生命 获取经济利益 这场冲突必须停止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YK